第三者到底是怎样让男人对他难以自拔的 其实就用了三句话 这三句话是我做了20年婚恋心理咨询 从我们上千个咨询案例当中总结出来的 我认为最经典的三句话 第一句 哇你好厉害 要是没有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要平常这个男人 帮这个女人做了一件什么事 哪怕是再小的一件事情 比如修了个电脑抢了个票 他就会跟男人说这句话 别小看这么简单一句话 他最大的杀伤力就在于满足了男人 被需要被崇拜的类型渴望 尤其是当一个男人 他在婚姻里得不到认可 得不到这种情感满足的时候 这句话就能点燃他的热情 第二句话 我真羡慕他 他能正大光明拥有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李希平啊 这句话一见三雕 第一 高度欣赏认可了男人 满足了男人的虚荣心 第二 暗示了自己见不得光的委屈 让男人既心疼他的懂事 又内疚于自己不能给他一个名分 第三 男人作为天生喜欢雄近的生物 他也很享受这种两个女人 针他 为他搞慈禁的快感 第三句啊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陪在你身边 尤其是当男人的家里 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或者跟老婆出现关系危机的时候 他们就会利用这句话趁虚而入 因为他很清楚 这句话不是在告诉男人 我要怎么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而是让一个男人明白 在他的世界里 哪怕他一败涂地 也还有一个人会在他身边陪伴他 但男人往往猜不到 这不过是对方的套路而已 好听的话谁会说 但男人们偏偏就是这一套 最后被骗了 还以为对方有苦 是那些练习的 有的 那我们的担心 并不缓